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这一单元的习作 主题是写读后感 那么如何写读后感 写读后感我们要注意什么 请同学们先打开课本 自己读一下习作要求 好的 同学们 咱们一同来走入习作要求 我们来看 什么叫读后感 读后感 它的意思是说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 把获得的感受 体会 以及受到的教育 启迪等写下来 写成的文章就叫做读后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关键词 那就是一篇文章可以 一本书也可以 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可以写读后感 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也可以写读后感 那么我读后感主要是写的是 我们读完之后的感受 体会 也可以写我们受到的教育 或者是启迪 所以这些都叫读后感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读书看报 往往会产生自己的感想 读何任何一篇文章 任何一段信息 看完之后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那有时一些人物会给你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今天我们就把读过一篇文章 或一本书后的感想写下来 这便是咱们本次习作的任务 那么书中要给我们提出 本次习作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具体要求是 我们读书看报 往往会产生自己的阅读感受 有时一些人物会给我们留下 很深的印象 有时一些事情会让你受到触动 有时文中讲述的道理会让你深受启发 把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后的感想写下来 就是读后感 写读后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和思考读过的内容 那本次习作要求我们选择读过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 写一篇读后感 这是文中给咱们写出的习作要求 那么同学们现在请你拿出笔 圈划一下本次习作要求中的关键词是哪些呢 好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本次习作要求 如果我们把它概括出关键词来 那就是阅读感受 这是重点 对于文章 主要是写你的阅读感受 那么这阅读感受 我们可以是人物带给我们的 可以是故事带给我们的 可能讲述的某个道理给我们的启发 这些都可以 我们还可以看到关键词 文章可以 一本书也可以 那么需要我们去阅读深入理解之后 写成自己的读后感 那么 梳理完这些要点之后 我们下面来学习写读后感的方法 第一步 开头简述 读后感的开头做简述 简述这篇文章或这本书的名字 作者 主要内容等 就是在你的文章的第一段 你要先讲一讲 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篇文章 是哪本书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它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一定要注意 在这一部分里 对于内容的介绍 要简略 要有概括性 第二部分 是抒发感想 这是习作的重要部分 选择一两处 让你感受最深的内容 写出自己的感想 注意感想要真实具体 相对于这两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部分是文章的内容 要简写 第二部分是自己的感想 要详写 第三 要联系实际 可以联系自己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验 或者联系社会现象来写 就是由自己的感想 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过类似的事情 看到过类似的事情 或者是想到一些类似的事情 这就是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第四步 我们看 要总结全文 在文章的结尾 能够起到总结作用 表达出你的想法 突出主旨 升华情感 同学们 把这四步快速的记在书上 好 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一篇读后感 分为这四部分 第一部分 文章的内容 第二部分 自己的感想 第三部分 联系生活实际 最后一部分 总结文章 那下面 我们来看一看 了解了这些方法 这次习作 我们如何去写呢 那么首先 写读后感之前 一定要弄懂 原作 把把握原作品的主要内容 和思想感情的基础上 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这是写好读后感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真的 读懂了这篇文章 或者是这本书 第二个提醒 要写好读后感 必须要做到下面几点 第一点 理解把握原作品的内容 第二点 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第三点 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且还要注意 你选择的文章 或者是书 尽可能是大家都熟悉的 并且含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这就是在选才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读过很多书 很多文章的 但是有一些书的教育意义 非常的明显 而有一些书趣味性强 教育意义并不明显 那么在做选择的时候 那同学们一定要选 教育意义比较明显的文章 或者书籍去写 那咱们看 选才方面 选好读后感的切入点 是很重要的 比如写作如何选择切入点呢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首先要读懂原文 把握原文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感受 然后选取 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是感悟最深的地方 最有话可说的来写 这就是文章的感点 就是对一篇文章来说 可能有很多地方都让你感受深 但是我们不必要把所有的感受都写出来 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 或者两点 把它们写出来 那这个地方就叫切入点 一本书 故事非常多 人物非常多 那哪个人物让你印象最深 那么这个人物就是你的切入点 就是选择你感受最深的一点 或者两点去写即可 切不可把所有的都写出来 那么这个文章就拉扎 并且没有重点 那么如何读懂原文的抓中心呢 我们知道 感那就是由文章而产生的感受 叫感 那么这篇文章的中心 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呢 读懂原文抓中心 就是指 读后感的感是从读中产生的 所以读是感的基础 感是读的延伸和发展 那我们必须是要读懂原文 读懂你那本书的故事 那么要做到 第一点 要认真地读 理解文章的内容 第二点 要把握住 作品中的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弄清楚 并可以做上标记 第三点 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 抓感受最深 或者是最有话可说的 那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去写 切不可面面俱到 那下面 写好本次习作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写作方法呢 我们今天学习一种新的表达特点 叫做 蓄意结合 那什么叫蓄意结合呢 它的表现方式有哪些呢 读后感 常常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 先蓄后意 那就是说 先概括原文 自己感受最深的情节 或者是引用原文中经典的语言 段落 然后针对 所引述的内容的重点 谈体会感受 就是先写一写 原文的内容 甚至可以摘抄原文的内容 然后再写自己的感受 另外一种方法 是引述原文的内容进行议论 就是编续编译 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 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 叙述 就是讲述原文的内容的时候 要简洁 准确 切不可以把原文的内容 讲的太多 过于复杂 而失去了读后感 感的描写 第三点 写好本子读后感 一定要联系实际 谈感受 那么大多出色的读后感 总是能够受原文内容 或者是情绪的触发 从而引发 对于生活学习 思想等实际问题的思考 我们可以展开联想 把作者的经验教训 与自己的切身体会 结合在一起 使读后感更加真切 富有感染力 讲了这么多 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 一篇范文 了解一下读后感的写法 请同学们先自己看一下 这篇读后感的前两个暂断 好同学们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 开头第一段 引用了文章的中 非常关键的内容 燕子去了 有再来的时候 一直到 从我们身边飞去 这是匆匆的原文的 第一部分内容 作者可以引用它 来引出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这种方法可以学习 就是你读的书或者文章中 有精彩的关键的段落 我们可以摘抄 引用原文中的经典句子 表现时间引起不复反 第二段我们可以看到了 你要介绍出来 你喜欢的这篇文章 是谁写的 我们看到了 这是朱自清写的散文 匆匆 那么他主要写了什么 描写时间的内容 然后读完之后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感触 引出文章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作者接着是如何表达 自己的感受的 请同学们自己先来读一下範文 好的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先写完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以后 对于文章给自己的感受 加上了自己的想法 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 写出了自己深刻感受 那就是我们应该学会 如何做时间的主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部分是作者的感 就是由读到感的内容 先来一个总的去描写 接着我们看到了 学习中我体会到 只有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 才能成为时间的主人 在这里 这句话就起到了一个成上起下的作用 学习中我体会到 这就是联系到了自己的生活实际去谈 那么我想怎么去认真的完成作业 怎么样参加有意义的活动 这就是珍惜时间 那这一部分内容 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内容 就是联系自己的学习实际 珍惜时间 成为时间的主人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作者又写了什么内容 好 同学们 我们看到了 在下面的文章中 作者具体的举了一件实例 回忆了暑假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在家 是怎样完成作业的时候 看到别人在玩 自己如何克服困难 成为了时间的主人 那么举这个具体实例 就是由读书到联想 联想到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啊 就可以通过举示例 来说明自己的感受 这都是文章的重点部分 所以同学们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读后感 读后感 重点是感 就是你的感受 那我们可以既可以写自己的感受 还可以联系具体的事例 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文章的结尾部分 我们看到 我进一步加深了 对聪聪这篇课文的理解 珍惜时间的人 哪怕只给他几分几秒 也会觉得有所收获 过得很充实 浪费时间的人 就是给他几十年 也会一无所获 过得很空虚 那我们看到了这照应开头 又总结了课文 运用对比的方法 说明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那结尾部分 要能够表达出你文章的忠心 升华你的情感 通过刚才阅读 习作范文 我们可以感受到 小作者 从朱四卿的散文 匆匆 名句入手 我们看到了开头 先引用了他的名句 结合亲身经历 举了一件自己的具体事例 写出了深刻的感受 这样就把自己读的 和自己想到的 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 所教自己在学习中 珍惜时间的视力 抒发了自己的感想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因此 同学们 在写读后感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在熟读原文 或者这本书的基础上 把握书的中心 找出让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 或者两点进行去写 那在写的过程中 切不可面面俱到 同样要做到 降略得当 条例清楚 那下面就请同学们拿起笔来 写一写自己喜欢的一本书 或者一篇文章的读后感吧 好的同学们 我们知道 文章是写出来的 也是改出来的 一篇文章写完之后 要反复的进行修改 课下 还可以读给你的小伙伴听 交换修改 听取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那么我相信 只要我们学会了 写读后感这种方法 我们便能把读到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内容 我们便可以从书中 收获无穷的知识和智慧 好 这节习作课 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同学们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